你接近宋慧宁 不止是为了查线索那么简单吧 少将以为如何 我喜欢她 想当他们家儿媳妇 所以才接近她的 林维宇你找死 你 你放开 放开 我给你两个选择 挖了你爹的墓碑 抱着它 在我段家老少坟墓面前忏悔 第二 我送你去我听作记 你自己选 我选择死 想要死 偏要你活着 我要你活得生不如死 我要你父女二人为我段家赎罪 够了 觉得够吗 你们一家贪慕虚荣 屈炎复事 先有你弟许某已久杀我全家 后有你 杀人住心 你们欠我段家 这辈子还得清吗 你觉得你这些年过得苦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 你觉得我过得好吗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你身体到底怎么了 你要是想报复我 你也得有命才行 我死了 不正合你意吗 你死了 谁给我证明清白 丹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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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咳起来了 少江 药熬好了 您要不要先趁热喝了 慢着 我看一下这个药 来 林文宇 你到底想使什么花招 你的药有问题 药差在哪儿 不要说va 告诉你 找到那个药 他也会选择 好 鼎蝶 我的药 我们走 你是什么 不够地 不够地 这就对了 这几味药材都有止血量伤的作用 但是加在一起却是相克的 你这样长期服用等同于慢性中毒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个药的 回到凤城之后 那这个人为什么要给你下慢性毒 而不是直接杀了你 显然是我身上有他想要的东西 你现在要想一想 段佳出世之后 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这件事不需要你插手 我已经派人将老宅修盛完毕 既然你这么喜欢以段佳遗孀的身份自居 那就搬进了与我一起住 你让我搬进段佳